中原普渡是一项中国传统的文化 草屯镇三角里内湾万应公庙 在经过寝室万应公之后 决定如期办理普渡法会 但遵行疫情警戒 缩小规模普渡来自四面八方的好兄弟 祈求帮助去除疫病保佑地方平安 但是他完全硬中把这些高分 把我们这些富兄弟之外 给他们敲兜 发费给他们剖兜 让他们更好贵 让他们更能敲兴 这就是我们发费 每年的万应公的发费 最需要的目的 农历七月份中原普渡 是民间宗教信仰的大事 先元廖子佑表示 期盼皆由普渡搭点的 隆重仪式及信重最虔诚的心 普渡好兄弟 祈求天佑台湾风调雨顺 虽然很少 也就是生意我们知道 也希望我们这些 无数的男女国分 这些好兄弟 可以来享用 当时可以让我们台湾 在疫情 可以大家平安顺序 风雕雾顺 可以国文充劳 先元简致盛墾丁内 万万应公庙主委与各干部的用心 筹备了这次普渡法会 及推广延续传统民俗文化的用心 并期望借由普渡法会的举办 庇佑地方平安顺利 实际无灾 配合政府防疫政策 落实卫生防护措施及时联制 普渡法会刻意重简 虽然缩小规模 做数比以往少了一半 但是诚意不变 记者洪一伦 曹春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